70平米的三居市建于80年代初 吴斌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30年 2003年,吴斌调动工作来到了杭州长印集团 当上了长途车司机,一晃快10年了 和过去的3000多个工作日一样 2012年5月29号清晨5点40分,闹钟响了 就跟平常一样,我把他吃的东西 我是前天买好的嘛,就口袋拆好 放在外面吃饭桌子上,他看到包里一拿 然后就早饭吃一下就走了嘛 就包一杯就出去,就是跟平时一模一样的 匆匆地对付了几口早饭,吴斌背起包和妻子道别 我们前天晚上说好的,他说我明天晚上可以早点下班 有空的,我说那行,我说反正我电票也买好了 我说明天晚上你早点回来,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 他说好的,他说等我回来,他说我借你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看电影是吴斌和妻子最喜欢的消遣之一 一个星期前,他们刚看了复仇者联盟 结婚18年,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 吴斌和妻子的感情并没有被岁月充代 和二世出头的小年轻一样 妻子去逃便宜的电影票 夫妇俩牵着手看电影,然后去宵夜 每周,吴斌和妻子都会去健身房 形影不离的日子就这样,平凡而幸福 离开家,吴斌驱车20分钟到达杭州汽车北站 第一件事情是去调度师迁道 十年,三千次迁道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迁道 他迁道,你说最后一年看到他吗 他跟我们调度说,明天年休假了 到云南去,手续都办好了 十年,110多万公里安全行驶,零投诉 吴斌等于开着他的大巴车绕地球,行驶了30圈 信得过,这是长运公司上上下下对吴斌的评价 08年大学,他被特别挑选出来承担起杭州到安徽的春运任务 冰封的路面,让人揪心的旅途 20辆车子,一辆跟着一辆,一辆跟着一辆 慢慢慢慢地在高速公路上面,把旅客送出去 就是这样一位司机,在2012年5月29号上午7点半发动引擎,离开杭州 大巴从杭州到无锡,途中总共三个小时 清理完车厢,吴斌还有十几分钟空闲 同事们对吴斌的印象,与人为善 爱看武侠小说,身体辈儿棒 搭载着24名乘客 中午11点10分,吴斌再次发动引擎,离开吴锡,返回杭州 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一刻吴斌的心情 是惦记着和妻子的约会,还是记挂着全家人的晚餐 普通而平凡的返程之路,却是吴斌生命中的最后一趟旅程 事发后近半分钟,同公司的司机吴坚从杭州方向朝吴斌出事地点对向市来 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有很痛苦的,是这样 他跟我说他累过断 他说我 一般的人如果方向都受控的 如果这样打下都要人受控,他体制好 像我们这样体制还要 是你收拾给方向都受控,车知道出车路 他没把手自动拉下来 你把他刹车停下来 很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 一碰到呢,觉得好像小明星 对,老是想到他都知道 长姐如母 在吴斌的亲姐姐吴斌心眼里 弟弟一直很平凡 平凡到有点落盛 但是吴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所爆发出的能量 让他震撼 因为我比较大三年,就是中小兄弟带着他 从中东里带着他 我一直他,一直觉得他很弱 非常的弱 然后突然间说,我觉得这一刻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强大 真的比我,就是我这个队姐姐强势了 这么几十年在他前面抱着他 嗯,我会注意的 我后面心中好后,为什么不拽 他那是最后一次搞的 5月31号 原本是吴斌和妻子约好去云南丽江罗友的日子 结婚十八年 除了省内一些地方 夫妻俩没有长途旅游过 丽江将是他们最远的一趟旅程 但是这次和御龙雪山的约会 吴斌驻动了十年 这是一个遗憾的 对他的心愿 对他做美的结局